总是有老铁叫我更新红程序 那今天再来一个 这是6个均分孔的程序 那然后看到这张图没有 就是按这张图编的程序 呃 编成了程序原点在大元的原新 这个是传屏视频 大家可以点击横屏观看 上面我们来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需要两个循环指令配合用 那这个循环指令就是洗孔的 那然后这一刀就是平底的 那这第一个循环指令就是控制洗孔程序的位置 他要在6个地方洗孔 那这条程序就负责把它控制到6个位置去 那我主页里面讲的那些都是比较简单的红程序 因为都是只用到一个循环指令而已 而这个需要用到两个循环指令 那现在我们就来简单的讲解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G1是什么意思 我们稿上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第五个G1就是大于或等于的意思 有需要的老铁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那然后这种变量公式如果不懂的老铁可以看下周公以前的视频 你看了以前的视频应该也明白什么意思的 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这里这个锦1就是角度的意思 这个程序需要用到G68旋转指令 然后那个锦2就是螺旋一刀的 切销量 有需要的老铁自己截图保存一下 但是它太难的东西 大家就不要太过去研究它了 这个红程序对于没有电脑编程的老铁 还是挺好用的 那本期视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进入主页 一分钟一个知识点 等着你